金晋署長丹家勤 親自來到新亞分局 來不用來到新康的警察董人 並且幫發到20萬的委門金 由台南市行政大隊長林芳生來代表接受 丹家勤表示 幫牌擁有親戚來妄案 對民眾安全是威脅 對一群環境的安全也是威脅 所以已經查到行事局開始來幾月 對揮發擁有親戚的幫牌來專利打擊 就算是米在後面提供親戚的老大 也要抓出來 絕對不來訪貴 我們最近也看到有一些槍擊案件 歹徒 幫派分子都擁有 鼓勵強大的槍械 我們警察單位應該有所行動 要展開嚴厲的掃蕩 對這些分子也要展開銀頭痛擊 所以我在這裡 向我們警察同仁 向社會大眾特別報告 我已經請我們刑事局 黃局長開始規劃 結合我們所有的警察單位要展開行動 對擁有槍械的幫派分子 一個一個抓 即使是幕後的 有隱藏的這些老大提供槍支 也都要求出來 絕對不放過 當他慶強調 要在最多的時間來 來打擊補法 扮案的環境 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而且更重要的是 身邊的檢查官 正在這裡 提前放案的幫派分子 要向發言以來提出生意 再可以優候來作動到派人的環保 也再可以保障到社會面上的安全 回後 等到慶到台南市長 黃尾鐵 還有倉務辦案的環境 一一帶阿柱 感謝您辛苦的付出 南天新聞 視頻輕聲音 蔡英文報導